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視頻 因為過去受到疫情影響,更新就有點推遲了 沒有什麼新的內容給大家 但今天就想介紹一套我平時比較常用 也很慢用的採集裝備 希望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很簡短的分享給大家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套裝備有什麼 首先來看看裝備 裝備是簡單的武器,洞位比較多的就用 我用相刀有兩個一星的位 用什麼都無所謂 至於這個護石,我就用了追蹤達人護石 然後在頭上,我就用了冥波龍加碼 然後在胸甲上,我就用了巨甲蟲海甲 然後在手上,我就用了冥波龍加碼 在裙甲上,我就用了獵人腰甲 然後在腳,我就用了冥波龍加碼 好,再來看看這個技能 就是我這個右手邊 我直接說這個技能就好了 其他就是大家彈性如何配置 自己各自理 首先主要發動的技能就是在上面 跟著就是直身學 Lv.4 跟著就是跑者Lv.3 耐力回復3 地質學3 適應水牆3 昆蟲標管達人3 威嚇3 適應將氣Lv.1 熱傷害無效Lv.1 採摘達人Lv.1 追蹤達人Lv.1 冷傷害無效Lv.1 其他的建議技能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例如蜂蜜蜜蜜人Lv.1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所以種出來就比較實用 實際一點 另外一份就是探索者的行運 Lv.1 可以增加採集點數 不過我個人就覺得 為了配合我之前所說的技能 我就沒有採用這個套裝 而換了這個技能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啦 但我可以搞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